最大的特点 最大的特点应该是我们一开始跟导演讨论的 我会问她你最希望这个小千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她当时给我看了一个 建议我看一个动画短片 动画长片 叫《飞虎环球鸡》 里面有老太太 那老太太让我看完之后我已经 我说这个有什么关系 但她是一个 导演说动物啊 动物本性希望是很直接 很快乐 很真性情 很阳光 探讨到她的生活的环境本身 所以她是希望 出来这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要区别以前的 然后要感人 《飞虎环游记》里面的那个角色 因为在我们的意义上中 可能你也许你会让去没有 其实我们知道刘亦菲都没有看过以前的 王祖先演的这种小千 没看过 是 那最后 一伟心导演 在您看到这个最后的全片之后 对刘亦菲的表演 您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我真的特别觉得她 在动作方面非常非常 其实在人世 在她怎么去表现小千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担心 因为一开始我要拍照以后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 容易会主演 但是 但是 但是在 戏里面 有动作的部分 其实 我是担心的 但是后来 刚才 马玉成说过 其实我看到她有一支 掉钢戏 她去训练的时候 她训练之后拍下来的片 我就觉得哇 她真的 比一个午好更好 你刚才 刚才画面有一个 对 有一个尿威亚的 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 对就是她 是她自己的 所以呢 然后连她行动 有可能她是一个动作演员 可以做好 好看来刘亦菲也 画上这个艳齿霞的妆 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就一阵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 很对感觉 我觉得她很帅很酷 然后就是演技真的很好 是 这可能是史上最帅版的 艳齿霞 对那 她应该没太多差别 但我觉得 她的那个演技 给我更深的印象 好 好